其实我自己 也是一直是这种飘的状态 对 我特别感同身受 马飞的那个作品 它折射的是一个 人的这种心酸 这种不容易 你不得不去面对 就他那一句歌词 写得太好了 懂得有了钱 再走文艺路线 就那一瞬间 哎呀我 就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 对 所有的这些民谣音乐人 就是我觉得他们都是 生命有很多阅历 可能有更多人 真的是也吃够了苦 所以从他们身上 表现出那种平和 以及包容力 真的还是让人觉得 很感动吧 应该很多人都有感触 因为讲了一个北漂的故事 就是越远 越远之前也是北漂 相当于是 对 我是14岁进北京 然后99年 那年进北京做保安 一直漂到 算是认识我师父 算是有了一个归宿 漂了都有五年的时间 然后我觉得这个词写得非常好 我觉得你跟李导演 你们两个人的故事 再加上你的西安的方言 我觉得非常好听 我希望有一天 我们俩能合作 或者是我写一个词 你来唱 好 我先把你观察一段时间 我可以暗中观察 你别跟一个监控似的 然后你可能人缘也比较好 他们都站起来了 难听的兄弟们 回去结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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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北漂都这样 对